下課 還有馬蹄 你就不要難過了嘛 可是我真的很難過耶 你們阿妹族就是這麼花心啊 有什麼難過的 我一年才交二十四個女朋友 一個月才兩個而已 一年交那麼多女朋友 當然花心啊 學長… 有一個問題想問你 你問… 阿妹族是不是很花心啊 對啊 阿妹族本來就很花心 學長 你也說我花心 阿妹族根本就不花心好不好 沒有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耶 你們在幹嘛啊 為什麼還不進教室上課 他們一直說我很花心 他們甚至還說阿妹族很花心 連學長也同意這件事耶 阿妹族我是不知道啦 但你真的很花心 學長好了啦 我們今天教室上課 好 上課 等一下… 我很花心 好嘛 對不起嘛 但阿妹族很專情的對吧 好 對於不同的族群你有什麼樣的刻板印象 今天我們邀請到了六位學長姐和學弟 一起撕除他們身上的標籤 破除刻板印象 好好聊天 首先歡迎我們的學姐 迪布斯學姐 嗨 我是迪布斯 大家好 我是張仁虎 阿富虎代 大家好 我是永信比浩 大寶 我是班昌 大家好 大家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學弟 大家好 我是來自屏東縣舞台鄉 大舞村的盧凱族 我叫樂樂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馬婷 剛剛說了我們今天就是要撕除大家身上的標籤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先進行一個聯想遊戲 這個聯想遊戲很簡單 其實就是當你想到泰雅族的時候 你會想到什麼 會想到他們是什麼樣的個性 當然 身為泰雅族的永信學長 麻煩拿起你的圈叉牌舉一個叉 對 不好意思 你這一題 泰雅族這一題 你沒有任何的發言權 對 OK 那我們就先從那個學弟這邊開始示範 首先 馬蹄 當你想到泰雅族的時候 你會想到 我會想到他們很兇猛 個性很兇 個性很兇 怎麼說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 然後他就是 只要我們每次出去聚會的時候 然後他就是會 就是只要有一點酒氣上來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有點 就是個性很兇很衝 就是會一直想要跟人家 就是有點 吵架吵架的那種個性 然後加上 我有問過其他的朋友們說 跟其他泰雅族人相處的時候 先道歉 對不起 然後 都講了 然後還道歉 對 可是就是聽朋友說 有時候 可能一個禮拜聚會兩次 可是兩次都在打架 然後都會上警局的那一種 就會覺得 就是 所以給我的印象都是一些比較兇 然後比較 就是感覺很像 會比較愛吵架的那一種感覺 對 但哪一個族群喝酒後 色性會比較好的 可能陸凱族 阿美族 阿美族 陸凱族 是嗎 你們這麼有自信嗎 超自信 100 好 OK 所以就是 你對泰雅族的兇猛的印象 是來自於 酒後的狀態 對 差些許是這樣 那樂樂 一想到泰雅族 你就會想到 我想到他們非常地勇敢 對 正向詞語 很正向吧 很正向 沒有任何負面詞語 沒有 OK 好 你為什麼會這麼認為呢 因為 有一次我們去玩水 然後那個水聲 沒有超過我的人頭 然後那個幾樓呢 總共有三樓的高度 差不多吧 你剛才說水聲沒有超過你的人頭 對 就是我下去之後沒有超過我 比我高好不好 比你高還比你矮 比我 沒有比我矮 沒有比我高 是 比你高 三樓了 比你高 我是說水聲 水聲 水聲比我矮 對 比我矮 可能在我的下巴左右 OK 好 繼續 然後高度大概差不多三樓吧 這樣子 然後我們一到的時候 他就二話不說 這邊可以跳水 然後直接跳 對 沒有二話 然後下去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很擔心他 然後就說 你有沒有怎麼樣 你有沒有怎麼樣 然後他就說 我屁股好痛喔 這樣子啊 不好意思 我順便也分享一下好了 就是那個 我現在面對泰亞族朋友 只要他對我說 走啊 我絕對不跟他走 因為常常有慘痛的經驗 跟他一走 他一說走 跟他走的時候 可能就要幹嘛 去跳瀑布 翻層樓高的瀑布 就會發生這種事情 嘎勒達山學長 一想到泰亞族 你就會想到 我也想到他們真的很熱情 熱情 真的熱情 為什麼呢 尤其是跟他們在閒聊的時候 那個女孩子 很主動 女孩子 對 關鍵詞 女孩子 OK 好 然後呢 尤其在一個桌上 我會發現泰亞族的人 不會害羞 就會跟你做朋友 就 尤其像碰到我們這個盧凱族 很害羞 都會很緊張 這個是泰亞族給我的一個印象 真的是熱情 熱情 好 關鍵詞 女孩子 對 女孩子 好 阿富學長 你一想到泰亞族就會想到 熱情如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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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覺得熱情 是的 你們因為坐在泰亞族族 所以你們現在都是講 很正向的詞彙嗎 是 被感壓力 被感壓力是嗎 他們認識的可能是同一個女孩子 阿富學長 誠實地回答我 我的比較記得 那個所謂 亞族亞 那邊阿姨或叔叔他們 碰到我們這些來 客人 他們都會招待 他最好的東西 招待給你 然後他們也會好好的給你 滿開心地待在他們家 所以他們算是好客的一個族群 那我就要問了 以普遍大家對原住民族的刻板印象來講 有哪個族群不好客 對 有哪個族群不好客 對 沒有 換一個 好 解釋算兇猛嗎 怎麼就是要逼一下 兇猛 怎麼又為什麼 那一般他們像 像我阿美族 大家都是群雞 他們都是閃雞的 那每一個都是 我的隔壁在那裡就在對面山頭 那他們在那裡生活 然後再來打獵 都要自己能生存得下去 那人家敵人來或什麼 他們都直接面對面來對抗 正面解決 對 好 底布什學姐 一想到泰雅族 你會想到 他們真的很大男人主義 然後 你自以為是 因為自我感覺良好 完美 真的 這是我所碰到的 泰雅族在我的印象中是這樣 但是 當他們沒有喝酒的時候是這樣 喝了酒以後 可能都會敗在我們 哥馬蘭族的群下 有 各位學長以及學弟們 底布什學姐說的這些刻板印象 我作為一個在場的為二的女性 我也這麼覺得 我也同樣有這樣的刻板印象 就是確實 尤其對我們這種母系社會的來講 有沒有 就會覺得真的是大男人主義 但也有可能是因為那個 我們的那個文化不一樣 我們母系社會嘛 然後他們可是複系社會 所以才會產生這樣的一種 刻板印象 或者是一些文化上的衝突等等 來 馬蹄 請你揭曉答案 好 一想到泰雅族就會想到 超強民族性 泰雅族這邊 你可以舉打牌了 打牌 讓允許你現在開始有一個辩駁的時間 請說 這個學弟講的是兇猛 跟那個什麼勇敢 熱情還有大男人 這個其實都有一點 但是呢 泰雅族是很溫柔的民主 沒有像 很溫柔的人 然後你不是學前就是叫出來 只是我們面對問題的時候 要去很勇敢 所以其實還是有一些很正向的特質在 對 而且很善良 好 可以 好 那我們接下來 剛剛講到熱情善良 通常我們對熱情善良 這樣的那個詞彙我們會直接扣到某一個族群身上 叫做阿美族 一想到阿美族就會想到 樂樂 最想的歡樂開心 歡樂開心 為什麼會這麼說 以我自己本身跟很多阿美族生活在一起 對 無論說在家裡好了 在家裡 你會看到好多人 一堆人 比如說學弟學長大一起聚在一起 喝喝酒吃吃飯 對啊 然後不然就是 比如說邊蘭湯 還是路邊也有 而且是在我大學生活 真的 很喜歡聚會 然後每天都過得開開心心的 毫無壓力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輕飄飄的 真的 輕飄飄的 輕飄飄的 你們盧凱族不喜歡聚會嗎 也會喜歡 但是我說以程度來說的話 我覺得阿美族的那個 歡樂程度比較高 高一點 人數也比較多一點 而且是蠻多的 阿美族人數就多 的確 不然是我們人數比較少 就分配到那幾個聚會 所以每個聚會看起來 人就很多 OK 嘎勒達三學長 因為阿美族是母系社會 所以我特別對你心 很像那個虎頭峰 真的很厲害 那個有時候聽到會受不了 這是我對阿美族女孩子的 一個印象 你受過什麼傷害嗎 嘎勒達三學長 太多了 你被虎頭峰遮過嗎 對 有被罰葬過了 對 好 所以也是一個真實經驗 然後行訴你的這樣刻板印象 尤其是受過了太多來自虎頭峰的傷害 對 好 謝謝學長 那順便提一下 我有四分之一虎頭峰的血統 是 好 勇信學長一想到阿美族 你就會想到 我會唱歌 對 因為那個小時候有 那個部落裡面會有那個 自強晚會有沒有 往那邊來唱歌都是阿美族的 又會跳舞那樣子 所以長得很漂亮 女生 謝謝 然後男生是高富帥 對 好 是沒錯 但是跟她沒有關係 迪布學姐 你比較特殊 因為格馬來好像和阿美族 還滿友好的 所以你們對阿美族的 一想到阿美族會想到什麼 我想到阿美族男人都比較顧家 然後比較熱情 熱情 又幽默 幽默 尤其他們喝了酒之後 那個智慧真的已經變成380了 喝了酒智慧越來越高 然後他們非常的溫柔 而且又很勤奮 尤其是在農業上面 非常的傳統 這樣 對 基本上從剛剛兩題的這樣綜合結果來看 你不是學姐 應該是有被泰雅族男人傷害 我就是不認為 被阿美族男人好好愛玩 對 我們泰雅族有一點那個 不滿 不能這麼說 對 曾經傷害 都是來自於一種經驗上的 行速的刻板印象 好 我們也一樣 來揭曉我們的那個問卷調查的答案 一想到阿美族就會想到 開朗 熱情 全部都是正向詞彙 阿副學長 你有什麼想說的嗎 他們已經把我們所有的優點都講出來 我們把阿美族的優點全部講出來 跟你沒有關係 對 那這邊再順便提一下那個所謂聚會 因為我們阿美族真的喜歡大家 夫婦好友大家在一起 每個活動完我們一定要 然後到哪裡我們一定要寄 然後活動風年季結束完我們也要野餐 對 那這個東西我們都要把整個過程把它結束掉 所以每逢有活動有旅遊有假日 所以我們一定要記在一起 大家的感情才會融洽 對 所以也是一個在文化環境下 而形塑出來的一個習慣和行為 好 我們現在已經有看到了 泰雅族和阿美族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準備來看我們的 盧凱族 那我們現在就先休息一下 那現在一想到盧凱族啊 就會想到什麼呢 馬提 我會想到他們很嚴肅跟保守 就會比較保守一點 然後也很...對 比較嚴肅一點 保守嚴肅 對 難怪剛剛勒勒說 她實在是沒有辦法接受那種大聚會 那個快樂程度太高了 因為他們就是保守又嚴肅 現在是要準備吵架了嗎 還沒有 我們家出去可能會打架 原來如此 OK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印象 就是因為我有盧凱族的朋友 然後我們在平常聚會的時候 他們就會跟著我們一起 然後我們在聚會 可能我們會比較嗨 然後比較大方 就是可能就是叫大家 或是表演什麼的 可是那一位那幾位 那兩三位朋友呢 他們就會很安靜 然後就會坐在旁邊 他們雖然也會嗨 可是你會看到他們拍 不會到很久 就是他們可能 嗨個一兩分鐘 然後突然就坐在那邊 然後很嚴肅的看著你 然後你會想說 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他們就說 沒有 就很累 想休息一下 也想走了 就會突然這樣子 然後大家的情緒就會 可能會就 喔喔喔喔 還是你要先 就是先行離開之類的 對 嚴肅的印象是這個 馬梯 看看現在樂樂的表情 是那個樣子嗎 你當時看到的表情是那樣 當然 OK 好 原來如此 所以就是 基本上就是因為這個世界 你就覺得盧凱族就是保守 就是刻板印象 會覺得比較嚴肅一點 對每件事情都有 而且他們看待事情的方式 也會跟我們的想法 跟我們的想法有點差一些 我們在做那個 Jazz Code上面的話 可能我們就想說 AK就是活辣一點 或是什麼叫這一類的 就是這一類的方面 可能活辣一點 然後展現自己 比基尼嗎 對 比基尼這一類的 然後或是什麼 可是他們就會說 蛤 可是我不想要這樣耶 然後就說 那我可以不要嗎 可是我們就說 可是我們大家一起耶 就是大家一起做這件事情 要不然我們大家就一起做嘛 他就說 可是 蛤 就是一直在 就是覺得 很像 會有一點 思想上 沒辦法接在一起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們做了 然後他就 我們可能沒有穿一些 短褲啊 或是半夜或是什麼 比基尼針 然後他就會穿整套的那種 長袖 然後長褲 然後就走到我們旁邊 我們就 喔 喔 對 因為這一類啦 好 了解了 我們直接跳到用心學長 對那個 盧凱族的影響也是 個性很單純 單純 對 然後那個 另外就是黑 黑 相較於剛剛的阿美族 對 因為 以前我們參加 念書的時候參加那個 演習會 暑期演習會 然後到了晚上 我們就會玩一些 找人的一種遊戲 結果 只要出去躲了之後呢 全部都找到了 就是盧凱族的 沒有找到 暗暗的 你們為什麼要玩一個 對盧凱族 非常有優勢的遊戲 但是你要怎麼找到他呢 你要講笑話 對 因為一直講笑話 因為他們很單純 他們聽到那種笑話 就會笑大笑呢 嘴巴就裂開來 會看到 白色的那個 牙齒露出來 露出來 盧凱族的 你的 你的刻板印象是有連貫性的 阿富學長 你一想到盧凱族 你就會想到 我跟學弟這邊也是想到 嚴肅 真的 嚴肅 應該也算 或許就算保守吧 那不像阿美族 管他 三七二十一 反正我開心就好 你們也真的很了解你自己 也真的很了解阿美族自己 為什麼你會覺得 盧凱族嚴肅和保守 我跟學弟這邊可能 這一輪到學校已經一兩個禮拜 我們還是 他還是不敢過來找我們打招呼 你剛剛講的學弟是 搞了打算學長嗎 對 三個一個學弟 意思就是搞了打算學長 形塑了阿富學長心中的 盧凱族的那個印象 保守嚴肅的那個印象 好 所以基本上都是搞了打算學長錯 我了解了 你不是學姐 我對盧凱族的印象的男人 他們真的很溫柔 雖然不是像我們 像那個阿美族是母系社會 看來他跟盧凱族的男人 也有一段威號 也不錯 對 而且我覺得他們每一個人 我不講膚色 我很喜歡看他們的嘴唇 看一下 看一下 什麼意思 我看一下 等一下 讓我好好看一下你的嘴唇 怎麼樣 這個嘴唇怎麼樣 因為他們講話很性感 又是那個嘴巴 比如說講了什麼話 讓你覺得很性感 樂樂的嘴唇還不夠 還不夠 還不夠 打算學長的呢 那個叫性感 這個叫性感 好 OK 總而言之就是 你覺得他們的唇型很好看 可以講出一些讓你開心的話 而且也說熱情不熱情 因為我相處過一對夫妻 也是盧凱族 真的 他的老公工作回來 就像我們那個阿美族的女性 皮包還沒放下來 馬上衝到廚房 他的老公就是一下工 東西放下 就跑去廚房 對他的太太這樣很溫柔 老婆你辛苦了 聽了就很舒服 因為我對盧凱族的那個印象 因為我在我住桂山 我相處過盧凱族的一些男生女生 他們的相處模式就是 你看我 我看著你 就知道面對面這樣子眼睛看一下 就知道你在想什麼 我是覺得他們是有那種心靈的溝通 他們可能也盯著彼此的嘴唇吧 唇語 對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我們的問卷調查結果 一想到盧凱族就會想到 有黑 有黑皮膚 那個 恭喜 勇信學長 答對了 好啦 我們讓那個盧凱族學長 針對有黑皮膚這一點 來那個平反一下好了 針對這個黑皮膚應該是說 不是只有盧凱族 台灣族也是黑的 所以我特別要聲明就是 盧凱族是黑但是有灰灰的感覺 但是很好洗 所以 盧凱族不是最黑的 所以一定要聲明一下 最黑的是哪一族 在我的心裡當然是台灣族 台灣族是黑 你們是髒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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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的 游戲學長 我們在講克白的印象 不是族群衝突 我們還沒有要到族群衝突這一步 對 好 所以其實也算是幽默的盧凱族 好 那我們就謝謝那個 高德達山學長的那個 對於有黑皮膚的重新的定義 好 那我們現在進行下一族了 來 一想到格馬蘭族就會想到馬蹄 老實說 格馬蘭族真的不太熟悉 就是身旁也沒有格馬蘭族的朋友 然後所以對格馬蘭族的印象 就比較少一點 對 幾乎甚至是沒有太多的印象 對 你都沒有在關心我們自己族人 好 打擦 來 樂樂 我覺得很辛苦 怎麼說 因為 因為早期就是格馬蘭就是要被滅族 然後所以才奪到阿美族裡面生活 然後 至今活到現在 就是一樣再重新的跳出來 證明自己是格馬蘭族 然後我會覺得很辛苦 因為 畢竟活在阿美族裡面的話 一定多多少少會流失更多的文化 所以他們要重新付出的話 這段期間會 所以你還要去找歌啊 文化啊 服飾啊 什麼等等的 都會非常的辛苦 就是 辛苦在要脫離阿美族獨立這一個部分 對 其實可以直接這樣講 然後你看高傲的阿美族 沒有 對啊 格馬蘭跟你們當朋友當了那麼久 然後你居然不瞭解他們 我們沒有 對啊 我沒有要讓你講話 對 好 那個 打擦學長 一想到格馬蘭族 你想到什麼 也是跟樂樂差不多啦 其實周邊也沒有什麼認識的 格馬蘭的那個朋友 但是他們從這樣的一個 為了復興這些的文化 我真的很佩服他們 我聽過一個故事 有一個老人家為了要吃蛋餅 就去海邊拿六隻龍蝦 為了要換一個蛋餅 這是格馬蘭族的一個故事 我真的很佩服他們 為了吃一個蛋餅 要用六隻龍蝦來換 哇 所以是一個富裕的民族 其實是一個富裕的民族 永鑫學長 一想到格馬蘭族 你想到什麼 以前沒有格馬蘭這種名字的時候 只是認為他們是阿美族的一個知識 然後那時候會覺得他們是 縮小版的阿美族 你是說有一個阿美族的模型在那 然後縮小一點就是格馬蘭族 然後比較黑白的那個 謝謝永鑫學長 縮小版的阿美族 就是他對格馬蘭族的刻板印象 也是一樣阿美族本身 阿富學長 一想到你們的好朋友格馬蘭族 你想到什麼 對 格馬蘭基本上就是我們的好朋友 好 那我們也很高興 他們有證明出他們格馬蘭問題 我們曾經一起 所有的語言 所有的生活 都是一起生活的 那我們也和樂地生活一起 那格馬蘭現在 他有自己的族群 其實我們所有族群都要拍手 歡迎他們 好 拍手歡迎他們 受不了阿美族的欺負 一定要獨立出來 阿富學長 那既然你們當了那麼久的好朋友 請問一下 你覺得格馬蘭族和阿美族 最大的差異在哪裡 並不是很明顯的有差異 那只是後面就是大概服裝 然後以爺媽媽附贈這邊 要不然他就算在我們隔壁 我們還是把它當作阿美族 好 又回到永鑫學長剛剛講的 黑白的縮小版的阿美族 對 阿美族 OK 了解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一想到格馬蘭族就會想到 阿美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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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織布香蕉葉的部分 所以有在延傳傳承這個部分 那時候是在附贈的之前 他講給我們聽的 雖然我也是在阿美族的底下 但是在大學期間去填調的時候 讓我去深入了解 格馬蘭的女性是比較相夫教子 男人不會很大男人主義 不像阿美族的女性 就很強悍這樣子 對 我知道了 對底部學姐來講就是 那個泰亞族還有阿美族 都是一個極端例子 然後格馬蘭族 他就覺得我們剛剛好 對 我們就是剛剛好的 OK 謝謝底部學姐 那我們剛剛彼此分享了 彼此對不同族群的刻板印象 然後也試圖去反駁 或者就直接承認 沒關係 我們還有接下來幾節課 我們來玩一些小遊戲 讓大家加深彼此的刻板印象 或者真的破除刻板印象 那我們現在就先休息一下 我們現在要玩的遊戲叫做 人體傳聲筒 為什麼要玩這個遊戲呢 因為聽說好像不同的文化 會影響我們人的身體語言的展現 明明是同樣一件事情 可是我們展現出來的動作會不一樣 然後有人說這個叫做文化身體 那我們現在就要透過這個遊戲來看看 到底文化身體這件事情存不存在 人體傳聲筒 螢幕上面會有一組詞彙 用你們的身體展現出來這個詞彙 當你們四個人都表現完 以後他們就會開始想答看 是不是能猜中你們在說什麼事情 為了以防萬一你們抄襲彼此的答案 所以等一下每個人都要先戴上眼罩 除了那個要出來比手畫腳的那個人以外 然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們有五秒鐘的讓你們思考的時間 然後十秒鐘的比動作的時間 了解了嗎 了解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玩了 好 現在請各位學長姐們戴上眼罩 Gala德山學長請拿下你的眼罩 開始五秒鐘的思考時間 五 四 三 二 一 請開始 三個字 他在幹嘛 你太難了吧 什麼意思 什麼 什麼意思 青蛙 謝謝學長請回座 勇信學長請拿下你的眼罩 思考時間五秒 五 四 三 二 一 請開始 這個 是用這個 然後 好 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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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請坐 超像的 你看那個Gala德山學長超像的 你們的動作 那接下來 副學長請拿下你的眼罩 思考時間五秒 五 四 三 二 一 請開始動作 好 不一樣的動作 這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這個 是在拉那個 謝謝 請坐 剛出現一個不一樣的 你們感覺怎麼樣 他好像在拉那個語氣 對 拉那個 很像 除草之道 對 的那個感覺 滿像的 滿像的 有點難想像 跟前面的動作 你知道嗎 沒有連貫的感覺 好難 好 我們還有最後一位學姐 我們看她 看這位學姐 是不是可以讓你們 比較明確知道這個答案是什麼 來 底部學姐請拿下你的眼罩 思考時間五秒 五 四 三 二 一 請開始 三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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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十指交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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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這是什麼 十指交靠 真的要好好問他們 學弟們 我們剛剛看到了 四位學長姐的賣力的表演 有不明所以的就是 感覺那個 他們的腳出了問題的 然後還有那個 拉引擎的動作 以及最後的 十指交靠的動作 現在我相信你們心目中 應該有形成了某個答案 或者是沒有形成答案 那我現在喊請搶答 三二一 就請你們舉起你們的答牌 請搶答 三二一 對不起 拉拉 我先 請說 我覺得比較像那個 捕獸夾 我提醒你 行為 行為 被夾到 被夾到不行 行為 你的答案接近了 但我要的是行為 好 馬丁 我知道了 那個 那個學長跟學姐的 有放這個動作 放 然後蓋那個學長的 線 線進去 手線進去 然後緊嘛對不對 這個叫線 對 線進去嘛 然後把學長學姐都有放嘛 不是 他的線很像是往後拉 對 他的那個 等等 剛剛你們明明才講說 這個動作是 拉那個引擎 可是 為什麼馬丁 你這一刻理解了它是線 就 換一個方式想嘛 我們手伸進去這樣 線進去嘛 那個是拉 然後我放進去 放線 學長 你再比一次那個動作 給大家看 再比一次 對 我問其他的 我問一下底部學姐好了 你覺得這個動作 是線進的意思嗎 是 你看到這個動作 你會想到什麼 我伸進去 勇信學長 你剛剛說這個動作 你覺得是什麼 插 插進去 插 OK 我們光是第一題 就可以理解了 真的有所謂的文化身體 這件事情 阿美族 大家完全不理解狀態下 你們居然理解了彼此 對 太厲害了 好 那我們繼續試驗看看 我們還有第二題 OK 現在請各位學長姐們 戴上你們的眼罩 好 好 那我們的第二題 準備開始 來 第一部學姐 請拿下你們的眼罩 思考時間五秒鐘 五 四 三 二 一 開始 兩個字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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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 你這樣在 很像米津給我 落 落線 哎呦 哎呦 這更像了 有光 好 謝謝 謝謝學姐 接下來我們就換阿富學長 好 請拿下眼罩 思考時間五秒 五 四 三 二 一 請開始 好厲害 好厲害 這很像藝術家 對 藝術家的感覺 這十秒 哎呀 沒了 我真的要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OK 來 永信學長 請拿下眼罩 思考時間五秒鐘 五 四 三 二 一 請開始 她不肯站起來 她不肯站起來 好強悍喔 在一起 好強悍喔 天啊 謝謝學長 謝謝學長 有 剛剛 前面三個學長姐的動作 都不一樣 對 但是真的在說同一件事情 對 對 好厲害 來 來 高德山學長 三 二 一 請開始 差不多 再來 基本上 謝謝 基本上 高德山學長的動作 和永信學長的動作 算是相似的 這一題應該很好猜吧 請搶答 三 二 等一下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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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樂樂 我唱完 織布 你結合前面的 再給你一次機會 結合前面的 她有另外一種說法 她有另外一種說法 對 編織 對 對嗎 對 這一題超級精彩 題目是編織 底部學姐 你的動作是什麼 對 底部學姐 它有點像是那種勾織的那種感覺 然後 阿富學長 你的動作是什麼 疼編 十字 對 就是那個疼編 疼編的姿勢 來 永信學長 很標準的遞織肌動作 所以 基本上 就是編織這一題出來 然後四個學長 他們理解的方式 或者是 身體展現的方式不一樣 但是都在講編織 你們再一次證明 真的有文化身體這件事情 我們再進行一個第三次實驗 請帶上演奏 那我們現在 開始我們的第三題 這個題目有趣了 這個題目有趣了 高德德山學長 請拿下你的眼罩 思考時間 5秒鐘 5 4 3 2 1 開始 他沒有走過來的感覺 完蛋了 不太理解 漂亮 地震的感覺 謝謝 謝謝高德德山學長 勇信學長 請拿下你的眼罩 5秒鐘思考時間 5 4 3 2 1 開始 我到現在還不知道 是幾個字 你知道嗎 沒有幾個字 你覺得 可是 跟你是不是笑了 我們幾個字一下 他們說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光是這個動作 你們應該就要理解 誰告訴他們幾個字 對 來 阿夫學長 請脫下眼罩 5秒鐘思考時間 5 4 3 2 1 請開始 什麼 什麼 等一下 又是阿美族的默契嗎 等一下 不是 你看 然後轉就 不對 阿美族有心電感應嗎 現在 要吃這個就不對 不是 是對的嗎 好 好 所以阿美族出現了一點問題 底部學姐 請拿下眼罩 思考時間 5秒鐘 5 4 3 2 1 請開始 三個動作 三個動作 四個的 三個字 三個字 你在做復健喔 謝謝 請回答 謝謝請回答 我怎麼沒有辦法理解 剛剛都不一樣 謝謝 那個馬提 剛剛編織那一題 他們四個動作也都不一樣 可是你們馬上就知道答案是什麼了 對不對 那為什麼這一題大家動作不一樣 可是你們感覺那麼的混亂呢 他又是名詞又是動詞 但大家又不一樣 好難喔 你知道嗎 我覺得每次 每次就是 這兩位學長都做得一樣 對 然後他們兩個都是一樣 對 又一樣的 然後 這兩邊就是 資訊太多你知道嗎 資訊太多 我們住山上的 就海邊 用你陸凱族的思維 不要受影響 準備好了嗎 來 請搶答 3 2 1 你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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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你先 要不然你猜那邊 我猜那邊的 你猜那邊 你猜那邊 我猜那邊 對 好 我現在有 傳統舞嗎 什麼 有 接近 那我再給一點提示 然後也一樣重新搶答 好 傳統舞 沒錯 傳統舞 有很多類型 它是其中一種類型 請搶答 3 2 1 這個提示 等一下 我覺得我提示的已經很明確了 大家都可以跳嗎 有一點難 三秒鐘 很難告訴 馬蹄 我猜 我猜 因為剛才迪布斯學姐的那個 有一個抬腳動作 那個很像是那個 阿維族男生裡面 只有男生可以跳的這張舞 男生叫什麼 很猛的 因為剛才學長也有叫 勇士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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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因為我剛剛突然看到 看到 看到 你一直解釋 我剛好看到 我們的盧卡族學長呢 他跳的那段 那個 勇士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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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想到了 不公平 停一下 對 勒勒剛剛說 因為他看到了學長跳的那個舞 所以他就搶答了 那不是應該要第一時間發生的事情嗎 學長跳得多精確 他每個舞步都表現了出來 從頭到尾 因為資訊太多 打亂了 打亂了 有山上跟海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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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資訊好多 好 等一下 因為剛剛是從學長開始嘛 我們也一樣 就是要給其他的學長姐們看 來 學長 對 你剛剛是什麼 你的動作是什麼 一般勇士舞 勇士舞 勇士舞 會有一個 對 這個是陸凱族的一個勇士舞的跳法 你還有一個最後的結尾動作 這個是 恍惚的意思 對 是不是每一個動作都做到精確 然後來 勇士舞 你的勇士舞是什麼 勇士舞 把勇士舞 阿富學長的很複雜 所以我先讓底部子學姐 底部子學姐來 你剛剛的動作是 所以 勇士舞 然後馬廷 對 那邊有那個摔那個頭的 對 有那個羽冠 齊美 齊美不弱的 對 對 所以馬廷剛剛就是敗在 男生怎麼講這段詩情 我沒有 因為他剛 他還講 他還講很猛的 他一頭 OK 我們現在要先解決 我們目前最大的儀團 來 阿富學長 你的動作是什麼 丁之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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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你丁之庫 勇士舞 所以應該是阿富學長和勇士學長 要結合在一起看 對 這一刻 勇士學長和那個 阿羅德山學長不再是好朋友 他們才是好朋友 所以答案是 勇士舞 OK 好 對 來 我們先拍手一下 對 那基本上呢 明明都是勇士舞 可是 每一個族群展現出來的勇士舞不一樣 那最明顯的就是那個 嘎勒德山學長 他的就是盧凱族的勇士舞 然後很遺憾 勒勒雖然答對了 居然不是第一時間答對 對 有點想難過這樣 放心 我給你十秒鐘的檢討時間 對不起 我錯了 對 打寶 學長有說過 要用盧凱族的角度 去看待這件事情 我得翻訊 對不起 是的 然後呢 底部學姐基本上就是用阿美族的 雖然精確名稱不叫做勇士舞 但是我們一般中文都會稱之為勇士舞的那個舞蹈動作 對 而且還精確到部落 那馬提 你到底為什麼沒有第一時間想起來 因為我不是那個部落的 那所以你們部落的勇士舞是怎麼樣 我們台東那個地區很像幾乎都會有這個舞步 然後我們就會拿著雨傘 然後雨傘是黑色的 然後上面都就是阿美族的個性 就會拿很多鮮豔的東西裝飾 然後身上就會穿著傳統的服飾 然後我們就會一隻腳這樣跳 然後這樣子過去 然後我們就這樣 然後這樣 然後就是這樣 然後一直這樣 恭喜我們的勇士入場 對 對 我們那邊比較特別的還有一個是 會這樣子跳 然後我們的部落的嘎嘎他們都會站在我們的中間 然後我們會圍著他們 然後這樣子 就有點像車輪的感覺 他們像中間的那個鐵的那個元素 然後我們是他們的車輪 然後我們會這樣子先進 然後回到聚會所 對 我們那邊 我們今年去參加的時候 我有發現到這個比較跟別的部落感覺 很像比較特別一點的狀態 為什麼你們的勇士入場這麼華麗 我那時候有問過說 為什麼我們 我有問一個哥哥說 為什麼我們要繞著長老們這樣子走 因為他們說 其實最有點像是 我們在保護他們 就像他們已經是 已經是上一輩的人們 然後我們還是 就是年輕人一代 我們就是會圍在他們的旁邊 然後如果外人要攻打的時候 我們是能保護著他們 然後他們因為繼續往前走 然後我們跟隨他們的腳步 繼續往前走 所以繽紛的雨傘是為了他們遮陽嗎 沒有繽紛的雨傘可能是 阿美族的個性 然後我們那邊就是一定 雨傘都會是黑色的 然後就是上面會有我們的裝飾這樣 黑色的雨傘 如果是在非原住民族群來講的話 看到黑色的雨傘 然後又繽紛的裝飾 有點矛盾這樣 對 會有另外一種解讀的意思 好 我現在要問那個勇信學長 勇信學長 你作為泰雅族代表 對 為什麼看到勇士舞 第一時間想的卻是達悟族的 所謂的精神舞 因為我們念書的時候是跳這個舞的 所以泰雅族是沒有勇士舞的嗎 不一樣吧 可能比較沒有那麼明顯的那種 的舞步 比較沒有明顯的舞步 對 所以其實在泰雅族裡面 是沒有勇士舞這樣的概念的 沒有 對 所以你第一聯想的就是達悟族的 對 那我就要來問問另外一個更複雜的問題了 阿富學長 你是阿美族不是嗎 對 你不是學姐 都可以跳出了那個奇美的影像嗎 為什麼你第一時間想到的是丁子庫 你甚至連那個舞都沒有穿你想到的是丁子庫 為什麼 為什麼 也是跟詠欣這邊 因為我們以前在台北公專的時候 我們參加活動 我們有邀請達悟族的族人來教我們 然後在各個場合我們都有跳那個 藍椅的精神舞 所以第一個講到就是丁子庫 可是阿富學長 你們部落裡面沒有像是勇士舞這樣的概念嗎 我們算是傳統技術舞蹈 大概有十四首 整個晚上都會跳到 我們是有勇士之業 那問題我們都還是跳傳統技術舞蹈 那我們就男生是圍著圓圈在跳 然後也是一樣 阿美族部落的騎勞長者都是在中間 我們在跳 那因為我們是舞騎人流出前 後面是比較短的 所以女生從後面就可以看那些大腿 是不是摺偶的機會 對 那喜歡他就會去拉他的親人長 所以意思是說那個勇士舞其實要展現的是 其實是一種求偶舞 看我看我的意思嗎 所以基本上所謂的勇士舞的由來就是 當這一支舞只能男生跳的時候 就會被可能就是用華語來講就是勇士舞 謝謝各位學長姐們如此精彩的精闢的解說 那那個勒勒 可以 對 就是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對 就是因為你剛剛真的沒有第一時間就是表達出來 然後你自己覺得盧凱族裡面 在舞蹈裡面常常會出現的行為 我們是有一個動作 他的動作其實是 就是這樣 一 二 三 四 一 然後之後會跳 一個跳躍 三 這樣子 那個不是剛剛跟搞得上學長 不一樣 不一樣 沒有 他是前面的是一樣 他也是勇士舞 但是我要解說的是 這一個 一 二 轉身 這個動作 其實他這個動作的含義由來 其實就是 非常會有彈跳 彈跳力 對 彈跳 對 彈跳 然後第二個就是 你要跟雲豹一樣 非常華麗 然後第三點呢 你要跟雲豹一樣 敏銳 然後還有他的智慧 然後你才可以參與這個勇士舞 才會成為一個真正的勇士 好 對 那我們也恭喜樂樂這一位 有點不太及格的勇士 剛剛拿下了兩分 他得到的獎勵是 我們的掌聲鼓勵 掌聲鼓勵 好感動 可是你搶了我的功勞 沒事 沒事 那 螢幕前的各位老同學們 如果你們有想要更了解的事情 或者是有想要與我們分享的事情 請上網搜尋 老同學我就問 在我們的網路空間 留言按讚加開啟小鈴鐺 就能加入我們 老同學我就問的課程囉 我們就先下課來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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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